好另外南區消息來看到玉里鎮民代表會 11月1號持續進行定期大會 那麼是由代表徐玉珠來進行質詢 一開始就先針對玉里鎮要將玉里藝文中心 來重新整理改建的工程案 來建議政公所可以趁這個時候找個空間 來設置屬於玉里鎮的視聽中心 來提供在地的小學、國中等學校學生 還有需要的民眾來使用 玉里鎮民代表會11月1號持續進行定期大會 由代表徐玉珠進行質詢 一開始就針對玉里鎮要將玉里藝文中心 重新整理改建工程案 建議玉里鎮公所可以趁這個時候找個空間 來設置屬於玉里鎮的視聽中心 提供在地的小學、國中等學校學生、民眾來使用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可以的話 明年誰當政長不知道 我們政公所是不是應該朝著這個方向做計畫 不要一直又在那邊整修、一直整修 我倒覺得還不如找一筆大一點的錢 再來好好的做一個有規模的 然後又可以比如說像我們跟學校可以配合啦 請學校學生、國小生說那邊有辦什麼活動 至少我們要有一個視聽中心讓小朋友還是說我們國中以上的都可以運用 這部分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啦 我想這部分我們會來爭取看整個做整體的一個規劃 來看怎麼樣的一個改進 公所表示這是很好的建議 會後再來做整體規劃 另外許玉珠也針對玉里的假日市集提出了建議 不管是地點還是攤販的特色 都希望玉里正公所各方面都要提升 記者高雙雙玉里正采訪報導